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算不算缘分 小雅的养父 有一家经营了十多年的大排档 恰巧就在我们离家老店的正对面 所以小雅上中学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她 她很阳光 很孝顺 而且正直 并没有因为从小经历那些苦难 而去怨恨这个世界 她反而比常人 还要温暖 阳光 善良 乌曼欧伯伯 我爱小雅 很爱 只是之前 她的身边一直有沉沼 再后来 后来就出现了欧阳 所以我没有什么机会 去表达 本打算把这份感情 永远放在心里 不说出来 不说出来 当做一个秘密 那白白拜托你 替我照顾好小雅 将来 要是小雅能成为离家的儿媳妇 我就放心了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 小雅能够成为我们离家的儿媳妇 但是 说到底 这也是我一向情愿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 欧伯 我 在眼下这段最艰难的时刻 这一段路 我会陪着小雅一直走到底 至于将来 她愿不愿意选择嫁给我 那是她的选择 不管她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尊重她 外外 谢谢你了 拜拜 不需要跟我说些 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 愿意做的事情 我高兴着呢 至迟 拜拜 您真的不打算 任美娅了吗 在不对她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明白 拜拜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 拜拜您说 欧阳 看起来很不好 可能最近 会承受很多的不理解 我知道 你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拜拜真心地希望 不要放弃她 不要放弃她 不会的 我们是兄弟 一辈子的 永远不会放弃 不过放心 我们是兄弟 好的 你 喂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啊 我说 真的有多天老公怎么会的 不知道 请大家 你快多喝点 就我哥亲手做的 特别管用 喝了就醒酒 还知道昨天晚上喝大了酒啊 我以为你俩不记得了呢 来看看你俩那怂样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能喝啊 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中国大酒量 好家伙 昨天晚上喝完酒那阵势 整个世界都你们的了 李薇薇 我真佩服你 你知道昨天把离家老店的脸 都给丢光了吗 可得了吧 俩貌美如花的小姐姐 坐你饭馆门口帮你招揽生意 这小哥别人早就偷着乐了 还丢脸丢你什么脸啊 貌美如花是人家美雅的事 你老人家喝完酒那造型 着实吓走了不少小哥哥好吗 我跟你说 我就知道你会狡辩 我这人品德高尚 要不然我就给你俩录视频了 但我不玩瘾的 我就留了个小心眼 我呢 拍了一张照片 供二位小姐姐 看一下你们昨天的节目 铁证如山 还敢狡辩吗 别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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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什么呀挺伤劲的呀 别也不胖 刚刚好 喝完酒皮肤红润 真的特别的美 保持啊 你以为我告诉你啊 这张照片搁替你存印 以后你要再敢不听话 再敢喝大酒 我就把这照片发朋友交给你 记住了吗 谢谢 谢谢 梅雅 护工小琪你看见了吗 小琪我已经见到了 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 小李叔 小琪的费用 还有我爸 手术费和住院费 我一定会尽快换上的 梅雅 你跟我们这么客气干吗呀 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 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啊 你就踏踏实实的 所有一切对你爸有好处的 全上 钱都不是问题 谢谢你啊 薇薇 你干吗跟我这么客气啊 钱还是要还的 钱还是要还的 这段时间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才会给你们添这么多的麻烦 我会赶紧去找工作 钱 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 好 好 我替你记着呢 等什么时候找到了工作 什么时候挣着了钱 再跟我说还钱的事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真的一点都不着急 所以你不需要给自己 那么大的压力 好吗 刚才胡宫小琪跟我汇报过 说林叔叔现在病情相对稳定 你可以放心了 今天呢 我什么工作都不做 你们呢 什么烦心事不要去想 我打算抽出这宝贵的一天 好好陪陪二位小姐姐 好啊 干吗去 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好好好 快喝快喝 喝完咱们去海底 怎么样 请不看 走吧 走啦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买点水喝 好 好 累不累 不累 哥 美雅能不能成为我的嗓子 就看你的了 哥 美雅能不能成为我的嗓子 就看你的了 尴尬 不好意思啊 开心 小刘叔 要不是这段时间 你和薇薇各种雪中送炭 要不是你们两个人陪在我身边支持我 鼓励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熬过来 因为是你 所以我愿意这么走 本来 我打算永远把它埋在心里 但是如今 我如果再不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那我就显得太不野味了 我爱你 李妹啊 我想用我余下的生命去照顾你 让你幸福 我知道 现在你还忘不了欧阳 我也知道 欧阳是不可替代 无法复制的 他在你的心里面 永远会有一个位置 但是没关系 我愿意等 等到你把它封存起来的那一天 或许 你就可以接受我 让我 住进你的心里 小利叔 谢谢你爱我 谢谢你 愿意等我 但是 不用着急答复我 也千万不要有任何压力 我只是想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愿意去爱你 等你 我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 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 我还是你的小利叔 你还做回以前的那个灵梅牙 好吗 董事长 您找我 坐吧 最近一段时间呢 你跟着欧阳 带他出去走一走 散散心 另外不是经常打拳吗 你跟他打一打 好 打的时候让着他点 好 董事长 您放心 不用分寸 妈 您去吧 好 好看吧 好看 我看见他的第一眼 就想到了伯母您 果不然 您戴上之后 简直太好看了 思雨 你来就来吧 还带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 这应该是伯母为您准备的 伯母 您千万不要这么客气 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孝敬您是我应该做的 还是门当户队来得舒服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喜欢 来 真的是我们欧阳自己主动跑去找你的 是啊 我也很奇怪 所以我还想来问问您呢 是不是欧阳和欧哥哥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之前她跟美雅处得好好的 忽然间就分手了 她特别冲动地跑过来问我 可不可以跟她在一起 他们之间能发生什么呀 什么事都没有 欧阳是我的儿子 那审美还是有的 她一定是想明白了 那个什么灵媚呀 我想起来就疼疼 他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不可能长久的 思雨 你就好好地跟我们洋洋在一起 我会督促你欧伯伯 差点时间去提亲的 来 好 好 好 伯母 没事吧 没事 刚才说到哪儿了 刚才说到 您让我跟欧阳好好在一起 还说 会尽快突出欧伯伯 上我们家提亲 对对对 放心 我一定会抓紧时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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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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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